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大修敦地区病毒感染人数3382人,50人死亡509人痊愈。 德克萨斯州的感染人数为8262人,154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数为402471人,死亡12914人。 美国政府实施的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的救灾款正在发放。 支票在本周末或者下周初直接寄至民众注册的银行账号上。 但是大约有一千万的民众需要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来获得救灾补助的支票。 美国邮政府将提供一项免费的邮递通知服务项目。 该项目可以在网上注册。 目的是可以提前获得电子邮件的通知,告诉居民什么时间可以获得邮件, 避免在疫情期间聚集,减少社交的几率。 特别是对一些较为拥挤的公寓住户非常的实用。 虽然大休敦地区采用了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等规定, 但是休敦一些食品超市仍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并没有严格地执行社交距离。 目前,超市商家已经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限制入内顾客的人数采用购物单行的方式。 H1B商家告诉过客,不要全家都参加购物。 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研究的评估机构的报告, 德州病毒感染的峰值期为4月19号,之前估计的日期为5月2号。 贝勒医学院的专家们正在观察居家令的效果和新的感染数字, 随着更多的有关病毒感染病例的提供, 也为更好的预测具备了条件。 但是专家表示,仍然有许多病毒传播的方面的疑惑, 因此呼吁市民严格执行居家令和社交距离的规定, 也提出了根据情况的变化来评估截止到月底的居家令的变化。